群雄争霸的三国时代 各剧一方的豪强军阀 往往都有一支乃至数支可以引以为傲的军队 在二世纪末的华夏舞台上 吕布麾下的高顺带着他的七百线阵营纵横徐演 公孙赞领着白马翼 从在幽艳塞外闪电般驰骋 去一率先登死时携强母为袁绍开疆拓土 而最终他们又在曹操北方一统的光麾下渐渐暗淡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 虎豹齐继续诠释着曹家宗族子弟的骁勇锐气 而新兴的蜀汉政权则充分利用南中部族 打造出了擅长翻山越岭的武当飞军 可以提及作断东南的孙武军队 你脑海中闪现的恐怕便只有水军二字了 自然无论是对阵皇族的江夏之战 明镇千古的火烧赤壁 以火卫无常年熬兵的如稀口 东吴水军都在其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可以说正是打造了一支强大的水军 孙家才能倚仗长江天剑想做数十年 甚至成为最后一个灭亡的三国政权 但另一方面 孙武想要长治久安 战场却绝不仅仅陷于大江之上 西面于蜀汉接壤 向南还有不适侵扰的山岳叛军 加之政权内部斗争 也是波鬼云权 仅仅依靠水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今天就让我们揭开神秘的东吴特种部队的面纱 一探究竟吧 零妖豪武席站的丹阳兵捍卫时的丹阳 大致涵干了今天 安徽省同名 马鞍山 吴湖 黄山等晚南地区 也包括了江苏和浙江的一部分 据史书记在此地山县 明多果进 豪武席站 高尚气力 精兵之地 显然是战斗民族的故乡 早在汉武帝晚期 李广之孙李林在禁忌凶奴时 便带着五千丹阳精兵 应汉匈奴八万铁骑 在援兵不治的情形下竭力死战 硬是让匈奴缠于数次挤了撤兵的念头 其骁勇可见一半 孙坚英年早逝后 长子孙策投到了袁树帐下 盼望着能独自创业的孙策 在为袁树立下大功情赏史层严 家有救恩在东 愿助就讨横江 横江拔 因投本土赵木 可得三万兵 以左明史军框及汉士 意思很明白 希望民工把我老八的旧部暂时还给我 我在招募一些本土军队 为您征战天下 袁树心想孙策一个矛头小子 能招到什么精兵强将 何况往南是阎白虎 刘昼和王朗这些人的地盘 很难有施展空间 便同意了他这个请求 只是袁树没有想到 就在不远的丹阳 一个年轻人会带着五千精兵 投奔孙策 他不是出的军事 才能则会帮助孙家 打下一片锦绣河山 这个年轻人就是21岁的周瑜 事实上 虽然此时的丹阳太守周上 是袁树亲自任命 但丹阳的军政大权 且为年轻的周瑜所掌控 至于丹阳 除了上面说的民众国际号战外 环山有铜铁 自助甲兵 俨然是一支拥有地下兵工厂的强大雇佣军 在丹阳兵的奋战之下 孙策破区额 下快机 平无俊 终于威震江东 立下了孙家基业 02拥结曹营的车下虎视 车下虎视 顾名思义 是护卫在车架之下的虎狼之士 也就是专制保护 吴王安全的贴身保镖 建安20年 合肥之战打响 军中瘟疫流行 大部队因此车出战斗 仅有吕蒙 蒋亲 灵桶 甘宁以及一千多车下虎视 跟随孙权 驻扎在逍遥金北 由于这段记载出自无书甘宁传 因此多数人认为车下虎视的统帅 正是海贼出身 为人豪爽人侠的甘宁 早年甘宁先后 投在刘婊和皇祖门下 但由于其粗放的性情和低位的出身 始终得不到这些荆州豪门的重用 投到孙权一方后 他乌林破槽 攻伐南俊 立下大功 又眼光独到 立劝孙权兮去巴蜀 只因孙权犹豫不决 丧失了西晋的良机 建安十八年 曹操率大军四十万攻打如虚口 再度引马长江 孙权率并迎击 并命令甘宁带领车下虎视夜袭曹营 离行前 甘宁给每位士兵真酒一银碗 众人喝罢 豪气顿生 耳更十分 虎视国家贤美 前置曹军营下 拔掉鹿角 冲入营中 大肆砍杀起来 夜色茫茫 从梦境中惊醒的曹军士兵 误以为东吴大军来犯 立刻举起火把 雷鼓呐喊 等到曹军集合完毕 定睛一看 哪里还有什么敌军 甘宁已经达到了扰乱军心的目的 早就带着狄江的手机 回自己军营去了 传说此战中 车下虎视节二百人 入敌军万人大营 却无一人战死 孙权大喜 赏甘宁军一千匹 战到一百口 并赞到 梦得有张辽 孤有兴霸 族乡敌也 两年后的合肥之战 与如虚口战役相比 双方强弱之势发生了逆转 孙权带着十万大军 致在必备 而曹操此时正在汉中用兵 合肥城中仅有张辽领着离点 恶尽和军事数千 但张辽采用突袭战法 一甲执击 先登陷阵 孙权大惊 无所事从之下 只得登上山顶自首 此战中东吴大将 陈武战死 徐胜 宋谦等军粗不及防 接连带伤溃退 可以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惨败 加上不久后瘟疫流行 孙权只得令大军先行撤退 自己带着一些部下 在逍遥金北屯住 张辽得到了吴军撤退的情报 认为这是活捉孙权的良机 便立即律步气发动袭击 由于此前张文远的战力太过恐怖 面对万军雷霆般的曹军 吴军鼓手竟因为恐惧而忘记了鸣鼓 情急之下 甘宁带着胡适奋勇杀出 硬生生拦下了曹军进攻的步伐 林统则带着自己的三百亲兵 护卫孙权逃至逍遥金 当时河桥半差 仗无余版 亏得胯下骏马神勇 一跃而过 才保住了孙权性命 此中虽多有虚构之词 但战场之凶险可以想象 如果没有车下胡适拼死护卫 三国的历史很有可能就此改写 林三数位国都的解凡卫建安二十四年 吕子明拜一渡江 西荆州秦关羽 同时爱帝的刘备亲领大军伐武 面对来势汹汹的蜀汉大军 孙权大为头疼 并迅速招募六千人 组建了一支旨在对抗蜀军 欲以战无不胜 能解困威的解凡卫 但事实上 宜陵之战中大放异彩的事 书生都督陆逊 初见的解凡卫尚未 尚未能立下亮眼的攻心 属无关系破裂后 孙权表面向曹丕臣服 但迟迟未向洛阳送去人质 这令曹丕意识到 孙权并未真心归顺 只不过是行缓兵之计罢了 因此宜陵战火刚刚平息 曹丕便发动三路大军伐武 作为回敬 在成功防御了曹丕的大军后 孙权自己也出兵攻打齐春 并升勤了原先投降了曹魏的 无坚尽宗 根据三国志无书的记载 齐春之战中 宗与贺起轻行演习 生鲁德宗 此处的宗 指的正是时任解凡卫同领的胡宗 我们有理由相信 正是他率领的解凡军团 在齐春的战场上立下了功勋 前文说道 担阳民众好战且能自制兵器 这虽然成为了东吴重要的兵源 可对于东吴自身来说 也是一颗会随时引爆的炸弹 就在孙权及帝位后不久 丹阳贼寇居中叛乱 而此番带领解凡为前往评判的 则是孙间时代 便侍奉孙家的老臣石城侯涵当 相比于赤壁炸降的黄盖 军中威望极高的城谱 以及为了护主而牺牲在化雄手下的祖貌 韩当的一生显得黯淡了些许 实际上此人马战 水战皆经能使长枪 也会用刀 是个全能型选手 赤壁之战中 韩当斩杀曹军交处 后又在如锡口同州太大战徐楚 在十二位江表之胡臣中名列第三 魏刺在甘宁 灵童等猛将之上 面对丹阳探贼 韩当不顾年迈 率解凡为血战 最终破支 许是此战损耗了身体 战后不久 韩当便足于刃上 解凡为则先后有张温和陈修同领 数年后张温遭变 陈修去世 解凡为也消失在浩如烟海的史册中 小说三国迭影 以此为原形 蓄够了孙权之妹孙上香同领的解凡营 专门负责东吴一切谍报刺杀工作 大概也是出自对这支精锐部队的情节吧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 相比于位数 吴国君主对这些精锐部队的掌控能力相对较弱 孙家能够坐稳江东 实际上是予已故 不 住 张为首的江南门阀势力达成的妥协和平衡 从兴起到灭亡 无论孙权还是后来的孙亮 孙修乃至莫的孙浩 都始终未能将军政大权 完全握在自己手中 那些缔造神话的江东禁律 与其说是孙家神兵 不如说是听命于他们直属的将领军官才奋勇当先 得以威名远扬 到了西晋勇家之乱时 一关难度 司马瑞创立东晋 但他无权无兵 全靠着王导的大力扶持 才坐上地位 因此有了王与马 供天下之说 盘踞江南的各大世家 在私人武装的护持下 依然有恃无孔地与东晋朝廷分庭抗力 直到刘裕创立南朝 打压贵族 并寒门走上舞台 显赫了数百年的门第士族 才渐渐走向了分崩离析 就是王谢唐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乱哄哄你方唱到我登场 才是历史大戏的永恒模样